昨天講到, 素雪見到無名字寫出那套六合掌神功, 真是嚇到眼睛了, 他跟著對智仔說:"智仔, 你這些功夫很邪的, 以你現在這樣的內徑, 可以說一出手, 馬上就拿人命, 不死得終身殘廢。 啊, 那我以後, 再不敢用手掌拍人, 和推人。 你雖然不想出掌, 但是當你在生死關頭中, 你會自然而然地逝出來。 何況你現在的處境, 中原武林明門正派人士都追殺你, 除非你就不在江湖上走走。 好, 否則的話, 他們不會放過你的。 可以說, 你現在是處殺機四伏的險境, 又怎會到你不出手才呢? 除非你就今生被人殺了。 姑姑, 那出又不是, 不出又不是, 那我怎麼辦呢? 我還要去桂林找個兄弟的, 我還要為劉爺爺洗漆冤恨的。 這麼說, 你是準備向中原武林人士大開殺戒, 成為武林中的公敵了。 不是呀, 不是呀, 姑姑, 我怕殺人, 我更加不敢殺人。 我只是想讓大家知道, 我劉爺爺一家是怎麼死的。 請這個上陵道長, 去我劉爺爺的墳前陪罪認錯。 嘿嘿嘿嘿嘿, 子仔, 你不要那麼小小的氣了。 事情並不是好像你想得那麼簡單。 如果上陵道長, 真的好像你劉爺爺所說的那樣, 他一定是個非常奸詐、 用心險惡的偽君子。 這種人, 你不單止對付不來他, 甚至還會被他害。 你要他赔罪认错, 你真是日光日白讲梦话, 他情愿死在你掌下都不会认错, 那是,以你现在的内力和这套掌法, 你完全可以杀他, 但是事情真相未大白之前, 你杀了他,不单止于事无益, 而且你更加成为名副其实的狗幽小怪, 武林中的公敌了, 没名字听了,更加出不了声, 他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, 素书这阵就问, 你一定要为你刘爷爷洗擦冤屈的吗? 姑姑,刘爷爷他对我这么好, 而且我在他临死之前答应过他的, 我不做,怎么对得自我死了的刘爷爷? 智仔,其实江湖上的冤冤痕痕, 很难搞得清的, 万一你刘爷爷说话不负是事实, 那你是不是伤了好人? 姑姑,所以我就跟我兄弟商量过, 先搞清楚上林道长是不是杀了刘爷爷一家, 如果不是,我就不去找他了。 嗯,这样啊? 那这样子仔, 姑姑教你两道功夫好不好? 姑姑,你的功夫会不会伤人的? 嘻,天下武功, 哪有说不伤人的? 姑姑,伤人的功夫我不敢再学了。 哦,那为什么你又要学那套长法? 姑姑,我当时不知道他会伤人的嘛。 嘻,素说心想, 你个小蚊子真可爱, 他于是又说, 智仔,姑姑这两门功夫呢, 虽然可以伤人, 但是就不会拿人命的, 也不会令到对方重伤或者残废, 就可以制服对手而已, 令到他们滋难而退, 不敢再跟你围难。 姑姑,有这么好的功夫啊? 好啊好啊,我愿意学啊。 嘻,你想学呢, 就要努力在这里住多几天, 不能够分心, 更加不要胡思乱想啊。 没名字本来就完全一口可以答应的, 说自己绝对不会胡思乱想。 但他一想到, 可能现在小院在桂林等着自己呢, 于是他就很围难就说了。 姑姑啊, 我怕我兄弟在桂林等得我急, 不如我先去桂林找我兄弟, 找到他再回去学好不好? 你现在去桂林, 不怕那几个恶人追杀你吗? 你和他们一动手, 又会死人的了。 那, 再说, 你在桂林找到你兄弟, 那几个坏人都会跟踪他, 他就等于害了你兄弟? 无名字一想到小院的性格, 他知道, 万一被他撞到追杀自己那几个坏人, 他怎会不出手呢? 想到这里他又犹豫了, 那几个坏人呢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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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然没见过你兄弟, 你就不要因为这件事害了你兄弟了, 你就安心在南东住几天, 他会在桂林等你的, 那, 姑姑就怕你出去, 南杀无辜, 才教你这两门功夫, 如果是帝哥, 三季九拜地求我, 我都不教他呀, 姑姑, 你这样的功夫, 教会多些人更好? 帖子仔, 功夫虽然好, 但是被一些心术不正, 或者为非作诞的人学了, 好功夫就会变成坏功夫, 因为他可以伤人, 和制服人的嘛, 你明白吗? 其他人, 心底就不像你这么善良的。 哦, 姑姑, 那我知道了, 无论什么功夫, 都不能给那些坏人学的, 没错了, 你懂得这一点就好了。 帖子仔, 我传给这两门功夫, 未得我许可, 你绝对不能够再教给人。 那, 那教给我兄弟行不行? 是你兄弟都不行。 姑姑, 我兄弟的心底都好好的, 再说, 他曾经教过我一门功夫。 哦, 你兄弟会教你功夫? 教了什么功夫? 密音入耳功夫。 我用这种功夫和人家讲话, 第二个人就听不到了。 哦, 你兄弟都会这门武功啊? 是啊, 我兄弟, 比我本事好很多的。 这么说, 你兄弟都是一位武林高手。 你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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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兄弟的为人是怎样的? 武明智, 武明智将他兄弟的为人, 所作所为, 全部都说出来。 数说听了, 大敢出奇就说, 智仔, 是, 这样看来, 你这个杰拜兄弟, 不单止让你聪明、 机灵, 为人更有合意感。 好了, 姑姑答应他, 如果他一定要学, 你就带他来见我。 哦, 是, 多谢了, 姑姑。 慢着, 你要注意, 我住的岩洞, 最多就让你兄弟知道好了, 再不能让第三个知道。 还要吩咐你兄弟, 不要乱说出去, 否则, 你就会害死他们了。 武明智始终不明白, 姑姑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这个岩洞? 既然姑姑这么说, 就一定有她的道理, 我唯有点头就答应, 素鼠这阵又说了。 智仔, 你还要为姑姑做一件事。 姑姑, 你要我做什么事? 你要和我找一个, 心底像你这么好, 又有你兄弟这么聪明的女孩回来。 姑姑, 你要找这样的女孩回来做什么? 是不是要她服侍你? 不是, 我要将我全部的武功传授给她, 让她成为我太阅满的衣缝传人。 唉, 我曾经都收过一个徒弟, 但是始终都不多合我心意, 所以就没有将全部的功夫给她, 我总不能够将一身的功夫带入棺材。 咯, 姑姑, 不要说死了, 一定会长命百岁, 不会死的。 嘿嘿嘿嘿, 智仔, 你都傻的, 人怎么会不死才能的? 人都七十了, 鼓来戏, 我就算有命一百岁, 都总有一天见楼黄的。 你不要说这么多了, 你总之一定要和我找一个好的女孩回来。 咯, 这个是姑姑一桩心愿, 否则我死都不眼闭的。 姑姑, 你不要说了, 我, 好了, 我一定和你找一个女孩回来就是了。 唉, 智仔, 如果你是个女孩, 你说多好呢? 可惜你又不是, 否则你就可以成为我太阅满的传人了。 没名字听了呆了一下, 不明白, 不明白姑姑为什么说, 自己如果是个女孩就好了。 难道姑姑的功夫只是传给女孩, 不传给男孩? 那为什么她现在又教我功夫? 没名字, 谁知道, 太阅真经, 这种极为阴柔的内功, 只有女孩练就最合适。 如果男人练了, 不但不适合, 而且对身体相当有害, 动下就走火入魔, 变成不阴不阳的怪人。 现在武明智所学的, 就是太阅满武功的招式, 而不是太阅满的内功, 所以就不怕学。 素雪看了武明智一眼又说, 自主, 你现在看着我做, 我开始教你, 你用心记住, 开始。 。 好了, 素雪就将一套分花佛流掌法, 和拆枚的手法, 全部能认认真真地交给武明智。 那么分花佛流掌法呢, 就对付上乘一流高手的掌法, 不但能够化解对方极为伶俐的掌警, 更可以化去对手的耐力。 这套掌法, 虽然是奥妙, 深奥, 但招式又不多, 只有八套, 每一套又含八式, 一共八百六十四招, 往往因敌而变, 就化了千万招来, 不但令敌人伤不了自己, 而且在化去敌人耐力的时候, 令到对方知难而退, 就不敢再出手了, 因为只要再出手, 只要将自己的耐力耗尽, 束手就擒。 当年扎月仙姑就用这套掌法, 在黄龙峡就对付一流上乘的高手, 假黑蝙蝠华慕飞, 华慕飞那套武功, 最厉害就是追云掌, 但都没办法可以对付扎月仙姑。 第二套掌法, 就是拆枚手法, 也可以说是武林中白手夺刃的武功, 他就比白手夺人的功夫更上乘得多, 白手夺人往往在伤了人之后, 才将敌人手中的兵器抢去, 但是拆枚手法就不是了, 在煞时间就可以将对手的兵器抢去, 又不会将对手打伤, 只是连对方的手腕一阵麻痹。 这两门武功, 只是太阅门多门绝技中的一门, 其他好像凌空虚步, 隔空取物, 非花风月, 链石成粉等等, 只有练了太阅真气之后才可以达到, 但这些全部都要女人才学。 素雪教了武明智之后, 过了几天, 看到武明智居然可以将这两门尝诚的武功学上手, 心里面都暗暗佩服, 这个臭小子人就懵了, 但是学起武功, 一点都不懵了, 人家要几个月才略略学到, 这个臭小子居然几天就学齐了, 真可惜他不是个女儿, 其实无明智那身奇口的怪异真气, 要学任何上乘武功, 只要有人指点一下, 直口就说探狼取物金义, 一点就明白, 一学就懂了。 好, 一片真诚对人, 正因为这样, 往往被人看成以为他是傻仔, 很容易被人骗被人骗的。 这阵素雪就问他, 智仔, 这两门武功, 你都记在心上, 学识了嘛。 姑姑, 我记得了, 你知不知道, 这两门功夫都很邪的。 邪? 姑姑, 你不是说这两门功夫不会伤人的吗? 是, 他虽然不伤人, 但是伤自己。 他怎么会伤自己的? 学了我这门功夫呢, 身体里面, 就含有一种毒, 只要你不去做坏东西, 不去帮助恶人为非作大, 这种毒就不会伤害自己, 但是如果你日后去做坏东西, 帮助恶人做阴质东西, 这两门功夫的毒, 就会在你身上發脏, 你马上就七龙流血死的。 哦, 姑姑, 你放心, 我不会做坏东西, 更不会帮助那些坏东西。 傻书见到无名字, 答得这么平静, 这么自然, 既不惊恐, 又没有生气他, 心里面觉得很奇怪, 看来这些傻子, 不仅心地好, 一味只想着人家, 全部都不顾自己, 人品之高, 真是恐怕举世少有了, 因为任何人, 一听自己学了武功, 等于身上中了毒, 有什么理由不害怕, 就算不生气, 都满肚怨言, 没有名字偏偏就没有了, 但傻书还是要问, 子仔, 姑姑教了你这个有毒的武功, 你不生气姑姑的吗? 姑姑, 我为什么会生气你? 因为这两门功夫都说有毒, 你不怕日后七孔流血死的吗? 姑姑, 如果你说过了, 只要我日后不做坏事, 不帮助那些恶人, 他就不会发作了。 你真是这么信姑姑说的每一句话? 姑姑说的说话, 我怎会不信才可以? 唉, 傻子, 天下任何武功, 其实都是武毒的, 除非你日后去练邪派的武功, 譬如什么毒手掌啊, 援兵掌啊, 那些真的含有毒。 而且练这种武功的人, 他事先是服了解药的, 那些毒呢, 就只会害人, 就不会害自己的。 姑姑有所警惕而已。 那, 你又出去啊, 无论听什么人的说话, 都应该想清想错最好, 千万不要轻信人家的说话, 凡事多点用眼看下, 多点用心想下。 姑姑到底啊, 就是相信了人家的说话, 不单只害了自己, 几乎害了师傅啊。 姑姑, 你都说我记得了, 我绝对不轻信其他人的说话, 多点想下, 多点看下。 话虽然这么说, 但是江湖上风浪险恶, 人心巨差。 如果以后, 唉, 总之是和是福, 是好是坏, 你自己听天由命啦。 姑姑, 你放心吧, 总之我绝对不会做壞事的。 那就好了, 我两门功夫, 你就已经学会了。 咦, 咦, 你现在都可以出去找你兄弟啦。 姑姑, 我, 我怎么出得到去啊? 嘻, 傻仔, 你有一身的奇口真气, 再加上你的灵猴百变身法, 你又出不去吗? 咦, 我教你啊, 你见不见到, 在那潭潭水的旁边有块石啊? 你呢, 就先跳上那块石先, 然后湿上提气, 向上弹起, 握着洞口。 咦, 武明哲听这么说, 看了那块石, 由我高头看下洞口, 然后就说, 姑姑, 我现在试试, 看我可不可以出去先。 说完, 他先跳上潭水旁边的岩石, 头一头起, 然后躲一躲身体, 施尖凌侯百变身法, 叽鍋door高, 哇, 僅上弹了两下, 竟然跳出这个固定的岩洞爱。 他现在站在外面, 哇, 这阳光也给我支坏了。 他在想又跳回岩洞高了。 唉阿, 这个武明子也不知搞什么东东, 又跳回岩洞里面不知ова什么。